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这个资柯排名世界第32位 比上个时候 十与七进入状态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直见十与七横快就打了对手一个7比2的开局 刚开始十与七的斜线后球还是给资柯造成了不小的阻害 不过资柯接下来也开启了风环追风模式 十与七横快以11比7将比赛带入到第一个技术间线 休息回来 当双方战成9比12的时候 直见在双方对面过程中 十与七上演了风环的一截 这一球也让资柯趴在地上有点弱弯了 不过资柯也非常玩强 一度将比分追至13比15 结果随之十与七也爆发了 接下来在双方对面过程中 直见十与七连续上演了疯狂扩杀球 这也让资柯有点无法招架 再次趴在地上弱弯了 而后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双方一直僵持到了19比19 不过十与七抓住了机会 以21比19先下一层 局末十与七更是打出了神奇的回球 让对手再次趴在地上还一人生了 第二局一上来 双方很快就以4比4暂停了 结果随之十与七又爆发了 十与七连得三分 渐渐将比方拉开了 当双方战成6比7的时候 直见在双方对面过程中 十与七上演了疯狂的扩杀球 而在此过程中 只可三次倒地都未能将其继续进 可见十与七多变了球路 接下来当双方战成14比15的时候 十与七就开始接管比赛了 或许前面对于对手的球路还是有点陌生 打得有点放不开 从14比15到14比21 十与七连得6分带着了比赛 最终十与七大比方2比0很少对手成功进行决赛 这也是十与七近三个月以来 连续四次打进国际赛场的南端决赛 十与七也创造了自己运动生涯的新纪录 可见十与七竞技的状态有多么爆棚 也期待十与七在决赛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记得着 青山不赶 绿水残留 我们下一期再会